像景景 好娇小啊 对啊 会议室到了 你们进去吧 两个人一起吗 对 一起 老师 你好 老师 好 谢谢 一个叫孙患斌 对 孙患斌 一个叫向琴琴 对 其实你们这个分组啊 其实你们两个人 会分到这一组来面试的话 是从背景上看来 是有得考虑的 是吧 因为你们从专业背景上看来 一个是 你是 一个法医专业的 向琴琴基本上现在 还是一个经验型的一个人 但是你们简历上 那个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呢 就是对入职的这个薪酬的 比较一致 你是最高的 我是最高的 对 要一万五 向琴是最低的 只有这样一个差别 他期望的薪资才三千五 天差地别 这个角度没想到 因为你们两个人 这个薪酬的这个要求 是差得很大的 你提到这个薪酬 是比较高的 是吧 是基于什么 是 我其实听您说 最高的时候我是比较惊讶的 因为我觉得一万五 应该是一个正常的工资 我在成都读书嘛 然后了解成都那边的法医 基本上就是一般会在 二十万左右一个年薪 所以这样平均下来 大约就是一年一万五到两万这样子 就是你是都做过调研的 这是我自己的了解 因为在我去大四的时候去选择去 是学法医呢还是做科研的时候 我是去有想过将来的这个 待遇这些情况的 对 然后呢 向琴琴 你为什么要求的这个薪酬 是这么样一个状况 我之所以填写的这个薪资待遇 是我秉持的这种学习的态度 对每一家公司投简历的薪资都是三千五 我观察到了他那个男生的一个微表情 一个挑眉 惊讶了一下 惊讶了一下 他真的惊讶了一下 他可能会以为是几千 大几千 没想到是三千五 应该是 他不到他的那个灵头吗 因为起步 是首先保障我的一个生活 尺寸用度 之外是我的一个学习能力 如果我有能力的话 给公司创造价值的话 自己的一个薪酬自然会提升 向琴琴还要的是 所有这个简历当中的同学 薪资最低的 薪资是最低的 前面几个其实也都是四千多 也不高 都要的不多 但实际上在这儿工作的孩子 大概一个月能赚多少钱 不是说在这儿 在国内这个行业 刚入行的 可能也就是大多数他们的薪资 四千 四千到五千嘛 对 真不高 我们上课子经常有很多人喜欢法医 就会问我薪资 一听到这些待遇啊 这种情况就说 那我还是当医生吧 法医比很多普通职业 也有风险 对啊 也有危险 对 并且背景也要高 所以真得是喜欢来撑着这件事 还是 我们就要开玩笑跟我们说情怀 不要情怀 真的是情怀之称的 对 看看你跟谁先讲 那我先来吧 老师你好 我叫苏万斌 我来自山东威海 现就读于四川大学华西法医学专业 是一名大五的学生 是不是刚刚老师说的老六所华西 对 我本期间成绩优异 现在成功拿到了中科院神经所的 受国领导资格 我目前正在厦门市公安局 进行毕业实习 在科研竞赛方面 我一共负责并参与了六项 省校级大创项目 取用两项取了优秀节题 在互联网家竞赛方面 我连续取得了校赛金奖 和省赛金奖的成绩 他这上来就甩干货 是的 在目前实际的过程中 我亲自上手经历了 真实的法医案件 只让我为法医的工作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我来到这里就是认为自己 可以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医 孙卫斌 我觉得他特别像那个 咱们说的别人家的孩子 就很优秀 特别优秀 向琴琴 你介绍一下你的背景 好 老师好 我叫向琴琴 来自贵州贵阳 今年二十六岁了 我毕业于前南民族 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护理专业 现在备考中国医科大的法医系 我觉得我能来到这里 是因为我热爱法医学 这个要从我小时候讲起了 出生在农村 大人们都会逢年过节 宰杀一些家庭嘛 我看到的时候 其他小朋友都挺害怕的 跑得远远的 我就不害怕 就站在原地去看 当时就有想过去看看那个 内脏骨骼是什么样的 后来因为经济条件 来了就选择 就读了职业学校 但是职业学校 它没有法医学 我就选择了 那个临床护理学积累 那个临床知识 然后为以后考取法医 去做一个很好的医学基础 所以她其实从来没有学过科班的法医 有一点点小紧张 不用紧张 好 然后毕业以后 我也参加了第一次成人自考 但是很遗憾 失败了 生计所迫 进入了殡葬行业 殡葬 就也是跟此时打交道的 跑殡葬行业去了 对 是因为更进一步地去了解法医的工作 我直接就住在太平间里 也可以第一时间观摩法医老师的解剖 五年的工作经历 我总的接手遗体有两千余具 包括正常死亡 非正常死亡 还有骨灰火花酿等 观摩过一线遗体的一个解剖 有两百余台 两百多台 我觉得可能比很多学生看了多多吧 对 然后有五次拍照 两次比录的那个经历 我希望通过这次机会 有两百余的行业 哪怕沾那么一点点星星之火 对 我觉得留头看她有点像看女儿的感觉 天心 我想这样 我就想问一下 你做那个遗体 这个美容的时候整形啊什么东西的 有没有遇到那种 壮得很厉害的 伤得很厉害的 这种情况 我有遇到过被肢解的遗体 还有高坠的车祸的 剝杀的那个创伤 然后进行一个面部的修复 也不怕 也不害怕 好 我需要问一问 你紧不紧张 我听完了以后就紧张了 你又紧张 对 你们两个紧张表现不一样子了吧 她紧张她在笑 你紧张就是紧张得是很严肃 因为见到您还是比较激动的 亲爱的 很可爱 对啊 索海斌 你现在保硕博这样的一个事情 是读的哪个专业的 神经科学 跟法医有点远了 没有 因为我之前是做的精神疾病相关的 所以相当于法医精神病的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可能对你来说还是比较现实的问题 比如说这次参加面试 如果是有机会得到这个实习 这个机会 那你什么时候入职 是去读研 以后再软 或者是一个什么状态 其实我觉得刘头也在考验他 对做这个事情的那个 那个欲望有多强 对 是吧 但是这个怎么说 我如果去读研的话 其实我蛮希望就是硕博一起读下来 我看是硕博的 对 但是我们不是直博生 所以我们是可以一年半之后 直接毕业的那种 他其实透露了他的选择 但也是游移的地方 他游你在两个中间 对的 像琴琴 如果你被录取了 或者没被录取 你会怎么样子 得到录取的话 也会秉持学习的心态 一步一步地 实现自我价值 没被录取的话 这个机会已经对我来说很 很值得去珍惜 然而我回去之后 还是会继续努力 继续前行 我从小的梦想就是 成为一名法医 尽管我没有第一时间 或者说是拥有第一个机会 直接进到学校去就读这个专业 但是我会通过我的方式 去一步一步地走向这个梦想 可以通过自学 也可以通过自考 喜欢绘画的人 他不一定需要纸和笔 他可以在地上画 可以在天空 可以在湖泊 可以在大海 像秦庆的这个人呢 非常刻苦 而且他的一些做法 非常励志的一个想法 为了接触法医 去到兵器馆去 就是我要实现我的梦想 你给我笔我就画 没有笔我在拿天当地 来当这个柴柄 所以他这张画很打动我 实际上我当时是眼睛 眼泪就快吓人了 李童刚才被击中了 是 因为他真的说的就是很 有希望的人其实很幸福的 有梦想的是很幸福的 就是他有一个团熊熊燃上那个火 那个火 其实我们很容易被那些 心中有那个火苗的人所打动 是的 会让你突然又燃起了一点 好像对世界 对生命的那种热爱 所以就很感谢 仍然有这样的人 就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我在这个行业也十来年了 因为我很多的同学 包括诗歌诗节 他们都已经放弃了自己的梦想 像秦星 我觉得她一直还能坚持 包括看她的履历 而且她是真诚质朴的 而且她连住所都还没有 可能我不知道睡哪儿 都是这样 她都没有磨灭她自己的梦想 这种毅力和坚韧是 老实我觉得 可是一般人做不到的 是的 就生活永远不一定 顺着我们想的那个方向 她甚至有的时候 可能是很现实很残酷的 然后我想起来 我采访过张伟丽 就是那个综合格斗的那个女孩 她就是特别像这个女孩 我一下就觉得 就是那个瞬间就回来了 然后我记得她说了一句话 就跟那个小女孩特别像 她就说我所有人都看不出来 我心里有一个小火苗 但这个小火苗就从来没有吸过 然后她就从这儿 就一步一步自己 把自己送到世界冠军的 其实她其实也绕了 特别大一圈 跟那个香芹芹是一样的 就哪怕这个路程再远 但是那个小火苗在 我就是觉得 我好像奔着那个 星星点点的那个光亮 有一个小火苗在那里 还会 我 我 我 从你 时 我